报道说,教派摩擦在贝尔法斯特引起骚乱 骚乱者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汽油弹、砖块、石块等 并且劫持了一辆小货车推向警察防线 警方试图用胶皮子弹以及高压水枪驱散骚乱者 在3日夜间的冲突中,有15名警察受伤 其中3名警察住院治疗 而在2日则有至少47名警察受伤 北爱尔兰新教教徒通常在夏季举行纪念英军占领爱尔兰的游行 这些游行往往成为族群冲突的导火索 在贝尔法斯特的人口当中 一半以上是移民的后裔,信奉基督教新教 其余为爱尔兰岛的屠著后裔,信奉天主教